这是一个可种植4种种作物的制装工厂 它不仅可以在抓板运行 在经验版它同样也可以 装置的教程来源于这位置母哥 那非阿少说你马开干 虽然我们需要一个5层高的漏斗箱子结构 但需要注意每层的漏斗都是要往箱子里查的 然后来到漏斗的底部 像这样再加高一格 接着往前后左右4个方向往中间按一个漏斗 而至于这有什么用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需要随便跳一个角 用泥土向后搭9个的距离 这个方向弄完了 转个90度我们接着向后搭8个 一旦把这两边连起来 我们就圈起了这么一个9层9的区域 这个角弄了 另外三个角也要这么弄 等这些弄完了 那懂的同学就懂了 一个水最多可滋润9层9的区域 也就是说这4块区域就是种田的地方 而至于隐藏水也可以像这样 在下半端上倒水 然后再放堆肥桶和发光方块 也可以像这样在水里放上上半端 然后再放工作方块 一句话怎么喜欢怎么弄 等耕地水和工作方块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来划分一下区域 从构斗里掏出方块 在四边的空隙放上 然后我们再搭搞两个 一路沿着空隙往外搭 等四条边都弄完了之后 我们再用下半端把这四条边给连起来 这样一来每个区域的负责人 既能看到彼此的工作 也不会达到对方的工作 这比起毫无人情味的围墙而言 是不是好太多了 接着我们在中间漏斗着 一路往上搭8个 然后再把一根壁雷针放在这里 毕竟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雷劈下来 女巫那可比村民难对付多了 等这些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还需要在这四个漏斗上放置铁轨 因为在抓板铁轨有着这么一个特性 就是在生物的智障AI中 铁轨是属于不可跨越的鸿沟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物理的作用 村民是无法逃离这个位置的 这时候我们再把漏斗框车放上 村民丢到中间去 这便是整个自动农场的核心部件 只要他一直饿着肚子 别的农民看到了 就会上前分享失误 但失误又会被漏斗框车给截糊了 于是乎 失误就会顺着漏斗 一路来到底部的箱子里 这便是自动农场的运行原理 Gitube都讲这么细了 同学们可不可以给Gitube一个三连自己一下呢 回过头来 我们再往这四个位置放上泥土 然后再贴着泥土放上火板门 小孩注意 火板门是要打下去的 等这些都弄完了之后 把泥土给拆了 给各个区域投放村民进去 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地处理了 接着就是来分辟一下 每块耕地的农作物 正常来说就是这么四种 甜菜耕 小麦 马铃薯 和胡萝卜 当然四块地一种农作物也是可以的 等四块农田都拨完种之后 我们的自动农场也就宣告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箱子里的食物就可以了 那有的同学就说了 肩板是不是对着做就可以了 对是对 但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 这里要用上半砖给围一圈 因为肩板的铁轨是压不住村民的移动 第二点 下面的铁轨是需要各自对上柱子的 具体方法就是不断的去拼一下铁轨 让他们拆了之后是对着柱子的 第三点的话 就是需要和每个村民交易一次 然后再把他们的工作方块给拆了 防止他们乱串职业的 第四点的话 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下床位 让他们望眉止渴 这里就没有只做演示 就不把另外三块钱给做出来了 而至于为什么 你看看这是什么鬼 无论是矿车也好 村民也罢 这网易版就跟开了瓜一样 我动都不能动他们一根寒毛 只有在指令模式下才可以清理他们 但同时我的矿车也没了 鬼知道顶级折磨 折磨的不是村民 而是我们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吃个金针库 我们下期再见